中華市有一間風疫旅館在六月三十 晚上發生火災 這段火災也造成三個 效點陸客 跟一個消風金館死亡 現今已經有所親聰 今天特別去到中華 尾文消風金館的加速 中華市一間風疫旅館在晚上發生大會 造成二十月人親黨上三個班戚死亡 這位消風金館孫子 今天的報道 行政已經有所親聰 特別去病疫館尾文 孫子人員的加速 面對媒體問題 所親聰無致命回應 根據中華管政府上昇公佈資料顯示 這間風疫旅館 本地受二十七個基加檢疫 能夠阻止健康管理民眾 不僅十六人還在住院 其中三人在家購買房 另外十六人已經安排去其他的風疫旅館 會發到十位女的衛生機給死者的教訓 中華市這棟上昇公佈大樓在一九九三年起康 正前後 假裝發生過四百歲齋 十五樓管內大樓 七樓到九樓 不僅是公佈理官 其他樓站並沒有人管管理 依照法規 他有申請營業的樓層 我們才會來去做這個公共安全檢查的申報 他是在今年一百一十年的三月二十六號到四月二十六號 有依照法規來委託這個公共安全檢查人 來向做一個檢查 檢查的結果是符合規定的 蕭鳳叫粗暴檢查 德會所在地里 所以做成到底關老陣內三位民眾西方 幾位蕭鳳經關順進 風雨理官發現灰災的基因 感不到面刻 蕭鳳設備感不到座轉 更需要進一步調查 第將有所見 中華報道